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这个单元主要是做一个 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总整 希望说藉由这个单元的这样的一个 在说明以及讲解呢 能够加深各位同学对于 我们在前面所讲授的单元 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呢 我们在今天这个单元来做一个总复习 这个单元的学习目标呢 就是要去复习我们在前面 有关于个体经济学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概念 还有它的内容 那第二个呢 我们就要去复习在总体经济学部分呢 一些重要的内容 那待会在课程大纲 各位同学就能够大概可以了解到说 我们所要复习的内容的重点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学习方法 非常希望同学能够在 每次聆听这一个课程之前呢 都能够先做一个预习的工作 那么在课程进行的当中呢 也能够专心的听讲 那听讲完之后啊 在过程当中把一些重要的重点呢 尽快的把它注解起来 然后回去呢 在课后可以做进一步的复习 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希望 各位同学能够将我们在课堂当中 所讲授到的这些重要的理论呢 还有概念呢 能够跟你在日常生活周遭所发生的 一些现象或是行为 结合起来 共同来理解 这样的一个理论内容 相信对各位同学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今天这一个单元呢 我们的课程大纲啊 分成五个部分 那么在分别去说明 个体经济学的重点 还有总体经济学的重点之前呢 我们先复习 什么叫做经济学 它的定义是什么 接下来呢 我们才进入到在个体经济学里面 因为个体经济学 主要讨论的对象就是经济的个体单位 那么我们在前面 第一个单元的部分的时候 也有跟各位提醒过说 经济的个体单位呢 一个重要的一个单位是消费者 一个重要的单位是生产者 所以我们会简短的说明 消费者理论 以及生产者理论 那么接下来之后呢 在总体经济学的部分呢 我们就分成来说明 有什么样的总体经济表现 它是透过什么样的指标 来呈现一个经济社会 它的经济表现是如何 那么在总体经济政策的部分呢 我们也会分货币政策 还有财政政策来加以说明 好 首先 经济学的定义呢 它是在研究理性个人 如何做选择决策的社会科学 好 所以各位看到理性那两个字 各位要了解理性是什么 理性是说 我们只会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这样才叫做理性 那么经济学的讨论 必须要在这样的基础之下进行讨论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好 那当各位了解这样的一个定义之后呢 那各位可能会再好奇的是说 那为什么要做选择呢 那各位看下面这个地方 我们在做理性选择的时候 必须具备这 必须具备以下的这样的条件 各位看到第一个 资源因为有稀少性 各位都知道 比如说水资源 空气资源 任何的自然资源或是经济资源 它是有稀少性的 所以当我们在做任何一个决策之前 我们都要先考虑到说 因为它稀少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选择 把这个资源用在最有用 或是做 或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上面 因为资源有稀少性 所以我们必须做选择 那另外第二个条件是 资源有多种的用途 比如说 我们有钱 钱是我们的资源之一 我们可以决定去买吃的 可以决定去买衣服 可以决定去看电影 做消费娱乐 也可能出国等等 那因为资源 有那么多的用途 所以我们必须做选择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想要去做的那件事情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在第三个条件呢 决策者对于各种选择 有他的主观评价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有钱 我们可以去买吃的东西 买衣服 去看电影 或是出国游玩 那决策者呢 对于每一种不同的用途呢 他都有他的主观评价 这个主观评价就是说 怎么样做 他能够获得最大的快乐 最大的满足 那他就会去选择做这件事情 那也因为这样子 他能够对每一种用途 有他的主观评价 所以才能做出最有效率的决策 对于这一个决策者来讲 他才能够做出最有效率的决策 这样相信各位同学 应该有所理解就是 记忆学就是在研究一个人 如何做选择决策的社会科学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选择决策呢 因为希望能够做出一个 对自己最有效率的决策 那么在接下来 我们就跟各位在简短的复习一下 我们说在整个 这一个经济个体单位呢 有两个重要的单位 除了政府之外 还有两个重要的单位 一个就是家庭 那么家庭呢 其实我们简单来讲 就是把它称之为消费者 那么各位可以看在 这个投影片当中可以看到说 家庭呢 也就是消费者呢 他会到产品市场上面来购买商品 我们去产品市场购买商品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支付产品的价格 那我们怎么有钱 去产品市场上买东西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投影片上面的左手边 我们呢 到要素市场上面去 也就是说我们去就业市场工作 我们去就业市场工作的话 就能够获取报酬 有了这个报酬之后 我们就有钱 有这个所得 可以去产品市场上面购买商品 所以简单来讲 消费者 他是产品的需求者 也是要素的供给者 这个在前面的单元当中 我们已经跟各位同学 做了很详尽的说明 接下来 另外一个重要的单位是生产者 那各位看一样 我们透过图形这样的方式来理解 会比较快速 那各位看 厂商 它存在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 它当然就是要生产商品 所以呢 产商 生产出来的产品 它会怎么样 各位看那个箭头 它会把商品呢 卖到产品市场上面去 那么 厂商把产品卖出去之后 它就能够赚取 销货收入 那么厂商赚来的钱 要来做什么事 厂商要生产产品 不是要雇用人吗 那么所以呢 他透过这一个销货收入呢 所获得的这笔钱 要来支付什么 支付这些劳动者的报酬 所以 他必须去支付报酬 那么支付报酬之后 才会有什么 有一个箭头回来 就是 就是 他雇用这么多人 来生产产品 那么所以简单来讲 厂商呢 它是一个产品的供给者 但是 它也是 要素的需求者 这个请各位 对于这样的概念 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 刚刚的 对于 经济个体单位的 两个单位呢 那些图形 做了一个整合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 整个经济活动里面的一个 循环周流图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些文字 我们刚刚举例的是 一个个别的厂商 或是一个个别的消费者 那如果我们以整体 整个经济 整个经济 整个经济社会 所有里面的这些人 跟厂商 把它们结合起来呢 在产品市场上面 就有所谓 产品的需求 跟产品的供给 那么把所有的人 跟所有的厂商 合并起来 在要素市场上的部分的时候呢 就能够有所谓的 要素的需求 跟要素的供给 那么 各位回想一下呢 在产品市场上面的部分 我们说 因为有人 产品的需求 跟产品的供给 就能够决定出 产品的价格 那所以各位看到 第三行的文字说 这个价格呢 会反过来 引导个别家庭 跟厂商的供给决策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当市场上面的需求 跟供给决定出 均衡价格之后呢 这个价格的高低 会影响到 这个个别的消费者 或是个别的厂商 他们在生产产品 或是消费产品的时候 他们 回到一开始 我们说 经济学就是在 做理性选择 决策的一个社会科学 所以 这个价格 也就是这个市场 会影响到 这个消费者 到底他要买多少 的数量 或是说 这个生产者 他到底要生产 提供多少数量 会影响到 他们在做 生产决策 或是消费决策的行为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延续 这样的概念呢 就先来谈 消费者理论 那各位 回想之前 我们在讲的单元的时候 各位可以发现 消费者 他从事消费行为 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是希望能够让他的 效用极大化 什么是效用 我们也曾经跟各位提醒过 消费行就是满足感 就是你快乐的程度 那么所以 消费者理论 主要是在谈说 消费者怎么样透过 这样的一些限制的条件呢 能够让他的满足感 是最大的 那么所以 在消费者的选择 会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在有限的所得之下 我们每个人 可能都很喜欢黄金 或是很喜欢钻石 比如说那个钻石的那个戒指 可能一个钻石戒指是 20万或30万 可是 我们所得只有10万块钱 我们怎么能够买得起呢 所以 当我们在做一个消费者 理训选择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考量到说 我们到底有多少的预算 然后在这样的预算之下 再去追求我们的 效用的极大化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 各位看 我们曾经就推导出 消费者在追求 最大效用的时候 他的那个最适的消费组合呢 会发生在 无预取线跟预算线相切的地方 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前面的单元 已经有做很详细的说明 在今天这个部分 只是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同学 消费者要去追求 效用极大化的时候 他必须要满足 这一个 无预取线跟预算线相切的地方 那么 无预取线在 跟预算线相切的地方呢 他的斜率呢 刚好是 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比 等于 两种商品的价格比 那 换句话说 我们花一块钱 在X商品上面 所获得的边际效用 等于我们花一块钱 在Y商品上面 所获得的边际效用 是一样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这一个消费者 所从事的消费行为 所获得的满足感 是最大的 好 这个部分 请各位回去再去复习前面其他的内容 接下来 我们有所谓的消费者理论 那么在经济个体单位 另外一个重要的单位是生产者 那么生产者 一样 消费者 从事消费行为的目标 是希望能够让 效用极大 那生产者呢 生产者当然是希望 在一些既定的投入条件之下 能够达成利润极大化的目标 以生产者的角度 那么 我们在追求利润极大化的目标的时候呢 一样也有两个要考量的 第一个 就是生产函数 到底 厂商要 生产 多少的产品 那么在厂商生产产品 各位就回想一下 经济活动的循环最后图 厂商生产产品 他必须要去药素市场上面 雇用药素 那所以各位看 厂商要生产多少的时候 他必须还要去考量 那个药素雇用量 也就是劳动 跟资本的雇用量 那么 第二个 我们要考量因素还有什么 就是 我们去雇用这些劳动跟资本 不是要支付这些 药素的成本吗 那所以 生产者怎么样让他的利润极大化 除了要考量说 在短期的情况下 短期的情况下 因为 那个资本的雇用量是固定的 所以短期的生产函数 只会受到劳动的雇用量 的多寡而影响 所以各位可以看 最后一句话 短期的生产函数 它只受到劳动的雇用量的影响 当你劳动 劳动的人数 雇用的越多 你的产量就会越多 那么长期的生产函数 各位看 长期的时候啊 劳动跟资本都可以调整 所以 长期的生产量呢 会受到劳动跟资本的 雇用量的影响 那这是生产函数的部分 那么 在成本的部分呢 因为短期的情况下 资本是固定的 对不对 资本的雇用量是固定的 你不可能 短期的情况下 你原本只有一间厂房 那你现在要扩建厂房 你可以马上雇用到人 但是你的厂房要扩建 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在短期的情况下呢 资本是固定要素 所以有固定要素 就要支付固定成本 那么劳动呢 是变动要素 就要支付变动成本 所以短期情况下 总成本呢 就是固定成本 跟变动成本的加总 这个像有关于成本的概念 相信各位同学在前面 也有所理解 那么长期成本的话 因为在长期的情况下 所有的这一个 劳动跟资本 都是变动要素 所以就没有什么固定成本的问题 长期成本 就是长期的变动成本 那么在长期的概念之下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包落曲线 因为长期啊 长期曲线的由来 都是在很多不同的生产规模的时候 不同我们要 今天我们要生产不同的产量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生产规模来生产 那么我们都能够去找到一个 透过图形的分析 我们都能够去找到最低的短期总成本 在不同的生产量之下 我们都能够找出 所对应的最低的生产的总成本 那么我们把这些点 去把它连线描绘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长期的成本曲线呢 是短期成本曲线的包落曲线 因为在长期曲线里面 它把很多的短期最低成本那些点呢 都把它包起来 所以各位要去记住 长期的曲线呢 是短期曲线的包落曲线 这个是要另外跟各位同学去做说明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这一个总体经济的部分了 那么在第一个 我们要谈的概念是 总体的经济表现的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 要谈的是国民生产毛额 那么国民生产毛额 就叫做简称叫做GMP 那么有GMP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做GDP GDP是什么 是国内生产毛额 他们的定义只差在第一句话 那各位看这一个 同影片上面的这一个 黄色的这个底字的部分 它说 国民生产毛额是特定地区权利人民 也就是一国的国民 它在一定的期间内所生产出来的 所有最终商品服务的民目市场总价值 那么简单来讲 只要你是 以中华民国来讲 只要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不管你是在台湾 从事生产活动 或是在台湾以外的地方 从事生产活动 你所创造出来的价值 都计算在中华民国的GMP里面 那各位看下面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有提到叫做 国内生产毛额 GDP 国内生产毛额采的是什么 采的是属地主义 那么国民生产毛额采的是属籍 也就是你的籍贯的那个籍 属籍主义或是属人主义 只要你是涉及在中华民国境内 你所创造出来的价值 都叫做GMP 那么国内生产毛额指的是属地主义 就是什么 只要你是在本地生产 不管你是本国人或是外国人 只要你在台湾 中华民国境内 从事生产活动 所创造出来的价值 就会计算在 中华民国的GDP里面 也因此 有GMP 跟GDP 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以各位接着看 他说国内生产毛额 跟国民生产毛额的差异 主要来自于生产要素 在不同国家当中的移动 那刚刚讲 只要你是中华民国国民 你可能在国外从事生产活动 你获得了报酬 也有可能是什么 外国人在台湾从事生产活动 所获取的报酬 那么所以 我们将什么 本国人从国外从事生产活动 所获得的报酬 扣除掉外国人 在本国从事生产活动 所获得的报酬之后呢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叫做 国外要素尽所得 国外要素尽所得 那么 这一项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透过一个试子 写在我们这个投影片的最下面 也就是国民生产毛额 等于国内生产毛额 加上国外要素尽所得 简单来讲 就是本国人从国外 赚回来的 再扣除掉外国人从本国赚回去的 这一项就叫做 国外要素尽所得 我们到底从国外赚了多少钱回来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在衡量一个经济社会 表现好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看 国民生产毛额 或是国民生产 国内生产毛额 接下来第二个概念 我们也可以从 失业率 一个经济社会 或是一个国家失业率的高低 来判断 这个国家经济表现的好坏 那么我们在进行 这一个有关于失业率的定义之前 我们国家有一个 就是对于失业率计算的一个规定 还有它的定义 首先呢 我们就是先把 只要你年满15逐岁 当然扣除掉这些军人 还有在可能是这些受刑人之后呢 只要你年满15逐岁 我们就会把你归纳为 劳动力 或是非劳动力 那各位看 什么叫劳动力 只要你年满15逐岁 你有能力可以工作 目前你可能有工作 或是你没有工作 但是很重要的各位 一定要把这个花起来就是什么 你正在积极的寻找工作 当你积极的寻找工作 在我们的定义里面 主妇 身心障碍者 年长者 这些人都年满15逐岁 但是什么 因为他们是学生 他们是家庭主妇 他们是年长者 他们是身心障碍者 还有一项是什么 请各位同学 一定务必要把它记下来 就是什么 气馁的工作者 气馁的工作者 就是什么 你长期失业 一直寻找工作 从一开始 你积极的一直在寻找工作 到最后 你放弃 因为你找不到好的工作 所以你变成是一个 气馁的工作者 你再也不积极的寻找工作 甚至 我们举个比较夸张的例子 找不到工作 最后怎么样 我们在台北车站 不是都会看到 很多的游民吗 那个东西就叫做 七年的工作者 最后他们不找工作 然后就变成是非劳动力 所以各位 有关劳动力跟非劳动力 这个概念要去区分 那么失业力的计算呢 就是从劳动力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来做计算的 那各位看 刚讲的是说 劳动力里面 有包括有工作的人 跟没有工作的人 没有工作的人 但是他什么 他是有再积极的寻找工作 那所以 我们把劳动力区分为 就业人口跟 失业人口 那各位 这一个有关于 就业人口的定义 还有失业人口的定义 非常的简单 请各位 可以去参考 里面的内容 那么失业力的计算呢 就是整个劳动力 当中 到底有多少失业人口 他们所占的比率 计算出来之后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失业率 好 这是第二个 有关于中低经济表现的 一个指标 第三个 我们也可以从 整个物价指数 物价指数的高低 来看这一个 一个经济社会 经济表现的好坏 那么 各位看那个定义 物价指数就是在 衡量物价的高低 它是两组价格的比值 我们在以前的单元当中就跟各位说明过 价格的比值 一定是当期的价格 比上机期的价格 简单来讲 我们要用一个产品 101年的价格 比上它 100年的价格 我们才能够知道说 好 比如说 一比下来 它是大于1的 大于1的 那就是表示 今年的价格 是比去年的价格 来得高 所以物价是上涨的 好 所以 简单 有关于物价指数的概念 简单来讲就是说 是两组价格的比值 但是呢 因为 它所计算的标的不同 而有所谓的 所谓GDP平坚指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 跟生产者物价指数 那有关于它的这个计算 我想请各位同学呢 回去再去复习前面的单元 在这里呢 主要是提醒各位同学是说 GDP平坚指数 它在计算的时候呢 它的标的物是什么 是所有的商品 那么消费者物价指数 它在计算的时候 它的标的就只有涵盖 消费者 这些日常的一些民生的消费品 那另外 有关于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计算 它在计算它的那个 那个标的的时候呢 是用那些中间原物料的价格 来做计算的基础 所以不同的指数 有它不同计算的标的 但是那个计算的方式 在前面的单元 请各位回去再去做 再回去听之前的单元 再去做一些深入的了解 那接下来最后呢 我们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说 有经济表现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就是经济政策 那么经济政策有所谓的货币政策 跟财政政策 那么 通过货币政策 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实施呢 可以去影响到 总体经济表现 同样的道理 透过财政政策的运作 也可以去影响到 总体经济的表现 那么从货币政策来讲呢 各位看到这句话 中央银行可以透过 各种政策工具 来影响货币供给量 那各位要知道 影响到货币供给量 货币供给量的高低呢 会进一步去影响到 总体的经济表现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讲 三个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第一个叫做从贴线率 从贴线率 简单来讲 我们是一般的银行客户 我们有支票 我们去银行 我们拿支票到银行 做贴线 简单来讲说 我们拿支票去银行 换现金回来 那银行会要求我们说 这个还不会到期 那我必须要扣你一点利息 那个东西叫贴线 那各位再进一步想 银行收了那么多客户的支票 很多钱都被 这些一般客户拿支票来贴线出去了 他如果内部的现金不够的时候呢 他会怎么样 把这一些客户的支票 再拿去跟中央银行 做第二次的融资贴线 这样的概念叫做从贴线 那同样的道理啊 一般客户跟银行 要拿支票换现金 说要支付利息 那同样的道理 一般的银行 拿支票 要跟中央银行换现金 不是也要支付利息吗 好 那个支付的利息 就叫做从贴线率 那各位可以看了 如果今天我们透过 中央银行 调降从贴线率 调降的话 那就表示什么 那个利息降低 也就是一般商业银行 他的资金的 这个成本就会降低 那当然 我愿意再去从贴线 因为我可以 我可以支付比较少的利息 所以调降从贴线率呢 能够让资金成本降低 然后进一步 让货币控制增加 好 这个概念我们都在 之前说过了 那第二个工具叫什么 叫做公开市场操作 各位想想看 我们有一个金融市场 然后旁边有一个 各位去想一下 旁边有一个中央银行 如果他今天要去影响到 这一个货币供给的多寡 想想看 如果今天 中央银行想要让货币供给增加 他会到公开市场上面 去买债券 还是卖债券呢 想想看 如果今天中央银行 到金融市场上面去买债券的话 他去市场上面买债券 买东西是不是要付钱 好 所以买债券呢 中央银行就会把货币 释放出去 那释放到市场上面之后 当然货币供给就会增加 所以中央银行在市场上面 公开市场上面买债券 就能够四处货币 进一步让货币供给 市场上面的货币供给增加 然后再影响到经济表现 第三个呢 存款准备率政策 我们在前面也曾经提醒各位说 这个概念 什么叫做存款准备 一般的客户 拿现金 到银行来存款 如果银行没有保留一点 所谓的法定准备的话 那么我们存了100块在银行 然后另外一个人存了100块在银行 那么假设银行收到这200块 全部都把它拿出去放款 那隔天我要再去领 那我假设我要去领50块出来 有钱可以领吗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中央银行就会要求说 一般的商业银行呢 要提拨固定比率的 这样的一个准备 100块 如果法定准备率 存款准备率是10% 也就是100块的存款 你要提拨10%的准备金 这一部分呢 是要保留在银行 不能拿出去的 这是中央银行规定的 这样的一个法定准备率是多少 那各位今天可以想象 如果中央银行开会之后 决定说我们要调降 存款准备率 由原先的20%降为10%的话 那简单来讲 也就是你有100元的存款 原本要提拨20%的法定准备 现在呢 只要提拨10%的准备 那剩下的那多出来那10块怎么办 站在银行的角度 为了要赚取更多的利息 他会怎么样 他会把这10块拿出去放款 赚取利息 好所以 调降存款准备率 也可以让什么 也可以让放款增加 让市场上面的货币供给 也增加 那进一步达到这一个 我们所想要达到影响这个整个经济表现的一个目的 那么接下来呢 财政政策的部分一样 货币政策有三个工具 那么财政政策一样也有两个工具 比较 我们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在财政政策的部分呢 有所谓的政府支出 还有政府收入 这两项工具 那么收入部分里面呢 特别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透过税率这个方式 税率 我们可以调降税率 或是调高税率 的方式呢 来影响总体经济表现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支出 或是减少政府支出的方式 来影响总体经济表现 那么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或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那所以各位可以接着看 政府可以利用这样的支出 工具或是税收这样的工具 来 作为这个反景性循环的工具 那各位看啊 当市场上面的景气过热 景气过热的时候有一个现象 就是物价会膨胀的很大 那么为了政府为了降温呢 它可以透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也就是减少政府支出 或是增加税收 也就是提高税率的方式 来让景气过热的现象 获得抑制 就是压低景气过热 那么景气衰退 或是景气已经到谷底了 我们怎样 我们怎么办去提升景气呢 当然就是要透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也就是采取减税的政策 或是增加政府支出的政策 来让这个低迷的景气 能够往上提升 那么刚刚经由前面的这些介绍 我们就是希望说 把我们之前所曾经讲过的 一些重要的概念呢 借由今天这个单元 来跟各位同学做一个复习 那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在 这些未来的这些学习的 这些过程当中呢 都能有这样的一个长远的进步 就是希望各位同学一定回去 一定要多多的去复习 把我们前面单元所讲的那些内容 再回去好好的复习 希望各位同学的学习 都能够很顺利